當我讀進來,比如說我今天請問大名 大名的地方我就直接輸入 輸入Tabry好了 按Enter 您好,Tabry先生 我把這一行輸入東西輸出 那我就藉由我們前面常用到的Scan 所以考試的時候,這一定要把它背下來 Scanner,然後面的話就是物件的名稱 把它建立之後,new一個scanner 那scanner進來是什麼東西? 就是從Sys System 點In就是讀進來 In就是用串列的方式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我們這個地方就可以 在STD裡面就會擁有我們要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輸出請問您的大名是 後面的話,我們就是用什麼方式 記得用String 那特別是String在Java裡面 它是屬於比較特殊 叫做參考資料型別 它不是基本資料型別 就是它的類型比較特殊 它是由字串模擬出來的一個類別 所以將來你們在建立字串的時候 宣告的方式跟Int那個不太一樣 它必須要這樣子宣告 等於什麼後面就是NAS 把這一行讀進來,然後輸出 你們也常看到說 老師如果我今天把NAS NAS、INT可不可以? 不行 我們不是讀進來 為什麼?NAS、INT 我讀進來的是一個整數 所以才是NAS、INT 那假設說我今天NAS 另外你們應該有看過就是用什麼 NAS什麼呢? NASLINE 有沒有印一下 NASLINE 這個LINE的話呢 特別是一定要什麼呢? 大小寫 大小寫有差 我NASLINE的部分 就是正行讀路跟讀路字串有什麼差別 你其實可以看一下 這地方假如說我NAS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裡設一個中斷點 中斷點 讀進來的話呢 我在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那它會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按一個F 過了之後有沒有 讀進來是什麼呢? 查看 右鍵視察 現在裡面的值 現在裡面的值 假設我今天出入一個Terry 底下 Enter 它就會傳進來是什麼 一個Terry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有沒有 其實它是 它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為什麼比較特殊 它實際上 看起來是五個字 可是實際上 它底下 你可以往下看 它實際上是一個TRA 有沒有 TRA5 就是五個字元 所湊起來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 那個 那個型態 基本上是由TRA 去湊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所謂的參考資料型別 也就是它放在記憶體裡面 我們只是記錄它的位置 而不是記錄它真的放的位置 跟字元不一樣 字元是直接指向那個位置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你看就分開來的這幾個 那假設說我今天把它停止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呢 Next Line 讀進來會有什麼不同呢 試試看 比如說我這地方一樣輸入 Enter 過來之後的話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你各位往下看喔 你看喔 這往下看 五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幾個 五個現在怎麼變七個 有沒有 為什麼呢 特別最後這就是關鍵的 考試的時候很多人就卡在這裡 怎麼會這樣多一個 Nest Line Nest Nest Line 特別說那個Line 就是換行的意思 換行的時候跟VB一樣 會多兩個 兩個 後面有一個 VB CR LF CRLF 實際上就是 CHAR 裡面我記得是10跟13 這兩個就是換行 那在這個Java裡面也是一樣 Terry之後有沒有 4 5 有沒有 6 斜線R 就是一個return return嘛對不對 然後斜線N就是換行 其實這裡我感覺應該是跟那個 這個VB有一樣的道理 有沒有 換行在VB裡面就是VB有沒有 開讀 CR CR其實就是這個嘛 LF 有沒有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 有沒有 那實際上在裡面我們在那個 就是內瑪裡面呢就是 CHAR CHAR 10 有沒有 跟CHAR 13 這個就是這個 然後換過來 那也就是說我讀進來的時候 假設你是用Netsline的時候呢 會多兩個 會多兩個 支援進來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看起來是沒有 那結果我們輸出之後呢 我把這個結果 print了出去 其實看起來 在這邊是沒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 你輸出之後也是一樣啊 在這邊作用並不明顯 可是呢在實際上 你後面其實在TQC的題目裡面 就有這樣的問題 你必須要濾掉 否則它 就濾掉最後面兩個東西 否則你一讀進來就會有 產生錯誤的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你們試試看 這個題目主要也是一樣 其實上面都一樣嘛 你就用scanner的方式讀進來 請問您的大名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宣告一個String的一個S String的S 然後呢 把資料讀進來 讀進來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用Nets試試看 或者Netsline 那你可以利用 除錯模式 然後 在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觀察一下呢 這個值有什麼變化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先進去 folder 設定 文字畫用 大正在旁邊 設定 是 設定 設定 設定